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腰椎专栏康复系列视频 这里面的每个动作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 真正意义上深层解决你腰部的问题 无论你是腰肌老损,腰椎肩盘突出 还是腰上面神经有修了卡压 都能通过这里面的视频帮助你彻底的改善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腰部牵引 腰部牵引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就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 然后中间有个人摇,然后他的床就会加强 上面固定你上半身,下面固定你下半身 通过一个牵引把你的整个腰椎给拉开 从而释放神经通道 从而增加我们腰部的一个局部循环 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们腰椎康复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什么呢 你想要去做,你首先要花高昂的费用 其次你要去预约 再其次你要跑好远到你的医院里面 找指定的人,他再来帮你去做 整个流程变得非常麻烦 因为你家里面自己去想要牵引腰椎 非常难 那么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 自己在家就能做到一个牵引我们腰部的一个方法 你自己在家每天坐上一个三到五分钟 腰部就能被牵引开 腰部一旦被牵引开 里面的循环好了 神经也不受压了 你的腰部自然而然就会变轻松了 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好了 那么这个方法是一个蹲坐法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蹲下 然后尽可能的 你看把我们的腿往外移 把我们的脚往外移 两个脚之间的距离是越宽越好 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双手合并 同时用手相对发力的力量 把我们的两个腿往外给打开 然后整个臀部往下去沉 就这,这个也叫做金刚座 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 对于我们整个腰部 是一个极度的伸展状态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臀部在往下沉的时候 你看我刚刚做动作的时候 臀部往下沉 同时双手合十 把腿往外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骨盆 它是受了一个自然向下的力 而且此时它是被固定住的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往上挺 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在往上挺的时候 它就受到了一个什么 牵纳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看 注意看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把腿打开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自然往上挺 而且很多朋友坐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的 它的背很累 其实这是一个回归自然的状态 你现在你的骨盆想去 比如说我想去转 转不了 为什么 骨盆因为固定的 同时它在向下 它通过这个重力的一个向下 加上我们整个身体的往上 它形成了一个对象的一个拉伸 其实在这个时候 就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回归一个正位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会感觉很累 有的朋友感觉大腿 内侧拉得非常酸 有的朋友感觉自己的后背非常累 还有的朋友感觉 这个腰有些微微发酸 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这样坚持一个 一分钟左右 你每天就坚持做一个 一分钟为一组 然后做上个两组 刚开始很累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舒服 每天就这样去做 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这个动作 就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腰部好的 腰部感觉太紧了 你就把这个动作 每天坚持捏一捏 对于你的腰部 非常的好 那么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腰椎康复系列视频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